五十个阿姨的工钱 设备的租金 方阿姨垫付的车费 和饭费 再怎么节省也不能少于十万呢 我可怎么办哪 阿姨 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哪儿跳啊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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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林小姐 是我 林小姐 我佩服你的胆量 这个天台啊 我来过很多回 你那个位置 我想过 但没坐过 此时此刻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其实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们两个人的处境啊 是一样的 都是受害者 你不是需要钱吗 我给你定人 都带来了 你看看 你干什么 输钱啊 输 输 输钱 林小姐 你就放心吧 这里少一分钱 我跟你一块儿跳下去 我没 你别说话 我是说 我说话 你输钱 然后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输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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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讨厉口 你也不能对不起你的家人 你太不负责任了 你说 你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跳下去 我就是跳进黄河会也喜不清啊 警察来了 是自杀和他杀 我都说不清楚 问题是这儿连个监控他都没有 再说 再说了 我还有孩子 你是知道 我要是进去了 孩子谁管呢 林小姐 你就当是为了孩子 你也不能这么做 对不对 林小姐 林 你 你有病 我有病 有病 飞哥 飞哥 昨天 谁掉下去了 我 那十万块钱我就不问了啊 昨天你让我报警 我报了 警察问我 谁掉了我 位上停 在哪儿停 我说 我不知道啊 飞哥 昨天到底谁掉了我 就是让公司找我要债 你让我轰走那姑娘 是她 那那十万块钱 拿走了 谁拿走了 她拿走了呗 还能是我拿走了呀 她拿走了 她怎么还能拿走了呢 飞哥 咱是设计公司 咱不是慈善机构 公司现在什么运营状况 你不知道吗 一共就这么点流动资金 她还拿走十万 那公司 也行啦 你先别着急 我不是先给她给垫上吗 飞哥 你把那十万块钱垫楼底下 我跳下去也行吗 没行 就说的没用啊 你放心吧 这是我个人行为 过两天我就把这钱给公司填上 飞哥 你跟那姑娘 到底什么关系啊 那我跟你咱俩什么关系啊 咱俩没关系啊 那不就完了吗 咱俩怎么能没关系呢 行了 钱人家已经拿走了 就别说没用的了 还有 赶紧搜集一些资料和相关证据 明白了 那姑娘要不换钱 我肯定能找人了 谁说那姑娘啊 我说骗咱们那些包红头 你放心 那姑娘跟那包红头 谁也跑不了 好好一设计公司 让人家给设计了 看姐 你那一盒泡面端了一个小时了 还不吃 有什么可愁的呀 否则给了你十万块钱 你起码能把阿姨们的钱给结清了 跟你说话呢 其实这事 跟那祖妃确实没关系 就等于说那十万块钱 是她自己垫付的 那姓马的也把她给坑了 我真是佩服我自己了 我有的时候真是天真到一定境界了 我就觉得努力工作就能有钱赚 结果呢 我钱没赚到 我欠了钱不说 我还 欠了个人情 潘姐 社会很复杂的 这下知道了吧 长点心眼吧 我不怕吃亏 我不怕承担责任 我欠的钱我一定会还的 但是我最难过的就是 我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个是怎么着 上海这么大 几千万的人口 我就像一个窝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装 只会 说不定我每天跟你擦肩而过都不知道 说不定 这会儿你就离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 得吃不定 倾尼 其实你来几千万的人 你的活动了 当然 当然 你只要遵守 我们之间的约定 遵守我们的保密协议 就可以了 修恩爱的时候 不要穿忙啊 来 修一个 我外婆 她每天都会看 我的朋友圈 行 今天任务完成 你放心吧 我现在一直在背着 我不会出现任何纰漏的 那就行 我先走了 学霸 你记得啊 你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放心 好了 美少女 日本归来 家里甜甜寻找 回婚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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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姐 胖姐 起床了 小胖 我跟你说有线索了 昨天你难受的时候 我给你录了个视频 发到微博上 你猜怎么着 现在已经有好几千的转发量了 好多网友在帮你找线索呢 现在有几个私信 说看见过周志伟 小胖姥 就是这家店 如果我们的线报没错的话 周志伟就在这儿 他怎么可能来这儿工作呀 这有什么不可能啊 他会日语 英语 这儿工资高 还有提成 万一是给他爸看病呢 你确定是这儿吗 就是这儿 进去 天空 无声无息 我看不见你 风吹过的气 点点滴滴 梦里 醒来的心 周志伟 你好 小姐 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时间的厌一滴 落下竟如此美丽 涌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身寻找自己 心里那宁静的痕迹 心里那宁静的痕迹 约摸你暮光的日子 温暖不止是情 情 慢一点 慢一点 说 手牵手 和我一起走 唱到幸福的生活 昨天于来不及 今天就会可惜 明天你要嫁给我 我 我要嫁给你 长得好看 穿得也挺好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进进处处像个人似的 结果就是个虫子 虫子 啥虫 哪儿呢 没有啊 为了个卫风夫 傅心汉 连面子都不要了 青春也不管了 我这么帅的帅哥站在这儿 都看不到 帅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喂 我就这么一说嘛 忍着点 行了 我赶紧带他回去了 不用 我送你们啊 谢谢 再见 再见 虫子 慢点 虫子 难道是对我的逆称 周志伟 周志伟 我知道在几千万人口的上海 你要是真躲起来 我是不可能找到你的 我告诉你 从明天起 我不管找不找都找你 我都不能难过了 我是打不死的李小胖 好好好 好 打打打打 打完了赶紧回去睡 这次呢 客户对我们的设计方案 非常的满意 当然了 还有些小的细节 需要调整 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司的宗旨 是细节决定成败 所以这件事啊 我们 所以这件事 你怎么又把家庭 大家搭起来 不是 我说你怎么还银魂不散了呢 你会不会说话呀 我衣服落你们公司 我还不能来取啊 我要让你上次摆紧的时报 我早跑了 你赶紧走 不是 你怎么说话呢 我也没说那钱我不还啊 我叫保安了啊 一 二 你讲点道理 行行行行行行 这儿开会呢 开会呢 嗯 你这装修得还挺别致的 坐吧 谢谢啊 你这么着急来找我是来还钱的吧 钱可能还得需要点时间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道歉的 然后也是想跟你说声谢谢 不必了 我左飞不是那见死不救的人 但是谢谢我收下 另外 坑我们那个包工头我们已经起诉了 毕竟他还给我们公司蒙受了不少的损失 当然了 也加上我给你垫付那十万 那起诉了那钱就能追回来了吗 不一定 左飞先生 我林小畔吧 从来就不是胆小无赖的人 你帮我垫的钱我肯定会还给你 哪怕我给你打工呢 要不这样吧 我明天开始我就来你公司上班 端茶倒水 打扫卫生 只要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做 林小姐 请你还给我公司的四周 你看看各个岗外上还缺人吗 我们不需要 左飞先生 我 我也是着急 想尽快把钱还给你 要不你帮我找个活呗 我什么都能干 我一不怕苦二不怕累 真的 我就问你一件事 我有病吗 没病 确定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嗯 没病 就有机会 既然你有求运我 那我也就开门健身 我有个女儿 叫袁一 你知道吧 我之前给她找了好几个阿姨 都不行 游入园她也不愿意去 我也可以跟你实话实说 我带她看过心理医生 代表说她需要高质量的紧密陪伴 所以 所以你是想让我陪伴袁一 没错 我看得出来她对你的第一印象不错 挺喜欢你 那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陪伴她 愿意 但是我帮忙在你家留宿 但是我帮忙在你家留宿 我可以每天早上七点上班 然后晚上等袁一睡着之后我再走 可以吗 这个都没问题 记住 我最讨厌别人迟到 哎 佐菲先生 那个 工 工资 还没定呢 每月一万五 行吗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佐菲先生 一万五 一万六 一万七 一万八 六有三分之二个月就能还清了 那不撑到老妈子了 什么老妈子说那么难听 急着劳动人民啊 喂 方老爸 我不是给你发地址了吗 你怎么那么笨啊 你等会儿吧 我再给你发一定位 又是那佐菲啊 嗯 非得要过来说找我有急事 嗯 可以了 哎 我刚才说哪儿了 佐菲 哦 对 其实这佐菲啊也算是帮了我一忙 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我呢也想尽快把钱还给他 不然我这心里啊也过意不去 小畔 能屈能伸 不得不给你点个赞 但是这佐菲他们家你真的了解吗 你不会深入虎穴吧 其实吧 我也想过 但是 小畔终于找到你了 哎 小嘟嘟你也在呢 大老婆 哎 我跟你讲啊 这个导航真的不靠谱啊 我刚才明明走到这儿了 他又让我白绕一圈 那下回再也不用他了 你又找紧事吗 哦 对对对 这个佐菲家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真的不能去 一定要悬崖勒马 哎 他们家在这个圈子里 已经是民生在外了 这个佐菲 经常酗酒 而且脾气很大 他还有一个小女儿呢 长得是挺可爱的 那其实就是个小恶魔 啊 罗伯 你这一手人肉的功夫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啊 再说你这么打印别人的隐私 合适呢 不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我 我是为你好哎 罗伯 嘟嘟 其实吧 我不怕苦味 不怕累 只要能还这儿我做什么都行 而且他们家现在 也挺需要我这么一个人的 我呢也需要钱 这是双赢啊 我要做好了呀 自己也会很有成就感的 不行 好吧 小盘 我支持 你们吃的这是什么呀 这 给我也来一份吧 你买单吧 服务员 哇 来 跟你说多少回了 不许便吃饭便看电视 那我只能住所吃药 圆姨啊 边吃饭边看电视 对胃不好 影响吸收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行 我给你着急去上班 一会儿要迟到 我们这儿回来再说 行行行 我服了你 看吗 吃饭啊 不行 我去上班了 要不该迟到 爸爸 我不要你走 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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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啊 这个地方怎么走了 我要去这里 不好意思 大姐 我这儿也不太熟 谢谢啊 这怎么办了 这个地方怎么去啊 这怎么办了 大姐 小姑娘 我给你那个查一下地图吧 不好意思啊 我我我真的好 不好意思 几点了啊 几点了 不是 我刚才买 你买票地铁堵车了是吧 我跟你说啊 扣钱 必须扣钱 爸爸 你可以出上班了 不要迟到 听见了吗 不要迟到 又迟到了 姐姐 咱们又见面了 姐姐 咱们又见面了 还愿意 姐姐 你别怕 我爸爸是只老虎 他不会扣你钱的 咱们又见面了 怎么了 姐 飞哥 给草地幼儿园那套设计方案 又给退回来了 这不挺好的吗 为什么呀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呀 不过我八卦过来的消息是 之前一直跟咱们沟通 那个项目经理突然离职了 他还带走了这个项目 最少一半的人 所以之前所有的沟通 甲方认为全部无效 必须从头来过 全部无效 他离职的是他的个人行为 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这个方案是我们公司 和他们公司共同商定的结果 现在说无效就无效了 说得是啊 对不起啊 我再多问你一句 你没有把我们两个 签合约的事情 告诉你女朋友吧 当然没有 齐悦净手一直在遵守 那 你之后打算怎么办呀 两天以后你再回去找个他吗 你就不怕 他跟别人跑了 不能不怕 无时无刻都在害怕 我无时无刻都想回到他身边去 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他 你以为我现在在这儿很开心吗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也会怎么办 但他让我自己的父亲 每天在病房等着死吗 我已经把时间卖给你了 我们换个话题 我觉得我该走了 有事我再通知你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什么需要呢 不好意思啊 没打招呼就来了 中国人是吧 来 请坐 请坐 我就住在玩之内的那家四季酒店 明天上午十点有时间 这个是我的名片 涂涂 你怎么来东京了 想不跟我打个招呼呢 你是谁啊 我是 那个那 我是那个照片 行不行我报警告你啊 行不行我报警告你啊 怎么还要报警啊 其实吧 我在网上跟他谈的时候 用的是你的身份 你的名字 我说 我也是上海来的 在东大读博士 结果 他说要报警 我被遣返了怎么办呢 怎么想的呀 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朋友用我的身份和信息 跟你联系的 我完全不知道 你才是周志伟 上海人 东大化学系再读博士 一百七十八公分 七十公斤 时间都没事 他这天 剑阳 这个案子 我们已经弄了那么长时间了 现在又要重新来过 我看 不如这个案子就 算了 别不做呀 飞客 人家可能就是大客户 有钱任性呗 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就能拿我们当奴才使啊 你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 告诉他们 如果再坚持起见 让他们挨找谁找谁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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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哥 小小琴 毕竟这个项目利润厚 做出来一定有影响力 那么多设计师都一直盯着呢 你还记得吗 一开始咱们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 那么多人故意压低价格 为了和咱们竞争 如果咱们现在放弃了 得益到最后的就是他们 你说的这些我明白 可这个项目耗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 联合经历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 给他们重新做一份设计 沟通 沟通 他们就会沟通 让他们沟通你们 飞哥遇见这种情况 我们都很郁闷 但上海滩就不相信郁闷 目前工作室的实际情况是 到这个月月底 就半年没开工了 为了保住这单生意 大家忙里忙外那么久 现在说不干就不干了 不干了 谁爱干谁干 老子不干 行 可以不干了 咱俩都不干了 飞哥 工作室还有几十口子人 张着嘴等着养活呢 是飞哥 也无所谓 不就是一个案子吗 反正这么多年 风风雨雨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大不了从头儿再来一位 小潘姐姐 我要出去玩水 那我们把雨衣穿上 我不喜欢雨衣 那打雨伞可以吗 我不喜欢打雨伞 穿雨鞋总可以了吧 我讨厌穿雨鞋 袁依姐姐再说一遍 出去玩水 一定要穿雨鞋打雨伞 小潘 我也要再说一遍 我讨厌穿雨鞋打雨伞 必须穿 不穿 不穿不许出去 袁依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要跟我道歉 你回来 你回来 你干吗 你不许出院子 马上 不行了 我去吧 责任 风 在空气中的人 还记得多少万寸 是其实拥有 风 遇见了我们的伤痕 面对面梦里的时光 醒来是夜晚的清晨 疼痛的念论语 看见一生守候的单纯 伞水流年的爱 并不懂漂流的风景 为什么你早到直播 所有的事情都变得这么难了 也许我遇见你 是我最大的幸福 你走了 就把所有的运气 都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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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回来了 嗯 爸爸 我讨厌小胖姐姐 袁依 袁依 林小姐 我请你来是来照顾我女儿的 你怎么谈了 我怎么也没怎么谈 我刚才下雨 她非要出去淋雨去 我让她穿带雨具 她死活不愿意 谁知道这小孩这么大脾气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从来不会比我女儿 做她不喜欢做的事情 你不能控制她呀 我没有控制孩子 那我也得保证她基本安全吧 有可能是我们的教育理念不同 如果说我事前没有跟你说清楚 我向你道歉 如果你适应不了我孩子的脾气 走好不错 左先生 你就因为这件事情 你就要赶我走啊 我终于知道袁依 为什么换那么多话我了 这不是她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你换那么多人 无非是想看看谁能吃得消 她的无理取的 我不是袁依 要走赶紧的 别的那是教育我 我承认我根本没有想当保姆 我事有点不大适应啊 你要是不满意我 我可以走 但是钱的钱我一定会还的 钱的事以后再说 要走赶紧走 虽然你不外地 但是我还是要说 开放式教育不是放任不管 是要在尊重孩子的钱 底下梳理柜子 这人奇葩妇女 祝你黄运 再见 有点 但你不能 我 補探紧 你 你 我 我 你 你做事儿干啥呢 受不了了 太难查了 这对妇女 不 以后我跟你说我要是喝谁 我就骗谁到他们家去当宝宝 行 别想了 别想了 我跟你说啊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杯甜品抵消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喝两杯 太变态了 你只要有多变态吗 起初他跟我说他们家女儿啊 车闹不健康 我想了 你给我撤脚去嘛 没想到他们家 我觉得挺时髦啊 是啊 现在没点心理疾病 都不敢说自己是中产阶级 心理疾病都从娃娃抓起 我一开始跟那个原因出门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她还挺好的啊 但我在她家混这半天我才反应过来 那孩子真不是吹的 一那么小的姑娘 她发起飘来皮居然那么大 你都想象不到 她 她 她整个就是无间不摧 她着了魔你知道吗 早跟你说过 这小怪物不好搞 你骗不听我的 骗不信这些 你想想 谁家小孩五六岁了不上幼儿园 天天跟家呆着 你的那些前人 也都是领军人物吧 在保姆界 怎么你就觉得你林小畔 就偏偏能缔造棋子 疯了 疯了 我跟你说啊 其实这个孩子不好搞吧 我是可以对付的 你只要给我一点时间就好 你知道最讨厌的是什么吗 是她爸左飞 你知道吗 左飞她才是罪魂获胜 出了问题了 不先检讨自己 先说别人的问题 我就没见过这样了 怪不得家的女孩变成那个样子 行了 总之是一对古怪的妇女 从现在开始跟你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你就庆幸吧 这小祖宗老祖宗在第一天 就能原形毕露 你 林小畔 在第一天就能迷途知返回头试案 要不然一批眼长梦多 谁知道她们还能闹出什么妖狗的字来 好事好事 好事啊 你也觉得好事 我也觉得好事 还钱的钱呢 要不我明天再去蓝姐那儿 我再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啊 你说你都欠多少钱了呀